大家好,我是文瑞 刚刚看到消息 今天股市 极大股指的一起下跌 然后在盘面上 大家听这个数据 超5000只股票票率 就是一起下跌 但是这个事情并不是今天头一次 在今年1月份也出现过这个情况 当时就是整个上证指数 跌到2700 2600那个情况 那前后也出现过一次 超过5000只股票一起票率的情况 但今天这个情况 又要恢复到以前那个状况 是不是会比那个时候更严重 咱们还得再看 总之现在的情况 就已经很触目惊心了 然后它整个跌幅5%以上的股票 超过2600只 这是我刚才看到的消息 到目前为止是个什么情况 它瞬息完变不 到目前情况我还不知道 反正我刚才按照刚才看到的消息 给大家说 然后其中跌停股超过350只 然后在这里面讲 微盘股成为资金出逃的重灾区 今日早盘微盘股指数下跌 8.96% 本月以来该指数累计下跌了 19.47% 大致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你看昨天的股市的情况 大概有4000股左右 不停的下跌 但是整体的股指还在往上涨 有人说非常奇怪 但是到了今天为止 股票的指数 上证指数 包括深层指数都在往下走 都在往下走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北向资金 就是说净卖出 今天44.84亿元 北向资金 外国的资金开始往后撤 你就看整个股市 你说它血流成河也差不多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那么这个事情 就是说今天为什么拿出来 还要讲它 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背景 你要加上这个背景 你去看中国今天的股市 可能就让人觉得 更加的揪心 更加的不可思议 为什么呢 12号那天 国务院推出了新的国九条 这国九条全称就是 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 推动资本市场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那里面那种很多 我就不说了 这一代有兴趣可以去看 新国九条 有一个新字 那就说明以前有旧国九条 以前推出过两次国九条 那么一般来讲 你推出这国九条以后 就是资本市场会买账 比如说在2004年 这大概20年前了 1月30天 当时第一个国九条 出来以后 然后资本市场 股票市场 股指就不断的往上走 不断的往上走 最高的时候 上证指数达到了6124点 现在回想起来说 上证指数还曾经达到过 6000点以上 这个真的 我这记忆都已经很模糊了 对吧 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 我对股票也不是很了解 那个时候 对不对 现在回过头来看 我看上证指数 还能达到6000多点 对吧 真的是 这不可想象 然后到了2014年5月9号 第二个国九条出来以后 然后上证指数 最高达到过5178点 对吧 5178点 现在上证指数 看这两个点 都得仰了头看 对不对 那么第三个国九条 就是最新的国九条出来了 对吧 按照前面两个的 例子的情况的话 这次出来 咱别说达到6000 5000了 是不是 你就达到4000 不要4000 3500也行 是不是 结果昨天 因为它是12号推出来了 对吧 就是12号是周末 周五 然后周六周日 1314到15号 昨天 确实上涨了一点点 反正大家也觉得很奇怪 4000左右的股票都在接 反而股指在上涨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但是今天 这股票指数也撑不住了 也再往下走 就是一点也没给新国九条面子 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了 对比你就知道 这大的背景就知道 中国现在股市到了什么程度了 对吧 当然我这么说 有人说 哎呀 文睿你别太着急 对不对 着什么急 对不对 听风就是雨 对不对 碰了小事 做不住就出来要做视频 不就是费了点流量吗 对不对 人家 对吧 人家是一层慢牛 人家这个牛得 就慢慢来 慢慢来 没准过两天 它就会涨上去了 对吧 而且人说了 你看文睿 你就挑这个 中国这个不好的消息说 对吧 是 有股前 5000股票率的 5000股下跌 但是还有一些股票 它在往上涨 对吧 包括像什么 这个中资投的股票 包括什么银行版股票 都在往上涨 对不对 昨天为什么 4000只股票下跌 指数还在 股指还在往上涨 就是有一些股票 涨的还是挺多的 是不是 当然这个 可能会有些人这么讲 但是我觉得吧 多少 我也不能说 全没有道理 但是呢 你看这个 新国有条推出以后 这刚第二天 对吧 这就大脸的声音 多强了 对不对 你就看看这5000股票率 大家就基本上 能够感觉到 整个中国股市的 这种情况 这个事情让我想起 前两天 在港股的 中国天润水泥 这个事 最后15分钟 到收盘前15分钟 就15分钟 它整个市值 跌了99% 从140亿 跌到1.4亿 对吧 但这个事情 可能是一个比较 极端的例子 但它能够反映出 整个中国目前股票的 虽然是港股 但其实港股 跟大陆股都差不多了 那种完全不稳定 不安定的情况 对吧 就是这个新的国酒条 一点也没起作用 那么我猜测 中间可能会有一些起伏 但是整体的趋势 就是像按照习近平 总方式不动 然后清流 那个方向再走 肯定是基本上 是这个样子 在1月份 2月份 当时出现股灾 就是这个 主要上证的时候 下跌的太严重 到2600 对吧 当时有人就提出来 原因就是中国政府 不允许你卖出了 股票不让你往处卖 当然散股 散户我不知道 可能针对一些大的股票 这个就是说 券商不让你卖 对吧 就不让你这些公司卖 但是这个事情吧 到了今天 是不是突然有些松动 可以让你卖了 所以大家看到之后 这个资金在不断的往处抽 不断的往处走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当然 股票当然有很多 偶然的因素 存在了 整体上 最本质的东西 我们看到 它是非常明确的 你不论推出国9条 国10条 你就国 这个90条 它也白扯了 也不行 为啥呢 有这么几点 首先第一点 就是说 中国的经济 还在不断的下滑 各个方面出现的问题 态度太多了 昨天我还提到 3000中小银行 基本出于技术破产的状况之下 就大家慢慢这个信息 大家都知道了 房地产的这个坏账越来越多 是不是 整体中国这个经济 有的时候就是 真的是很麻木 就觉得惨不忍睹 你说再怎么说 哎呀 你就怎么看都是什么 股市啊 就你中国这经济 什么这个 房地产呢 就业等等 就是到了一种 无以复加的程度 但是呢 往往它还会出现 更惨烈的这个景象 你说这个股票 能能会有信心吗 是不是 外国外资也都往是走 另外一方面就是什么呢 中共和国外的这种关系 是不是 就是和这个邪恶的这些国家 走得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这两天赵乐际不又去 这个北韩了吗 结果被北韩给羞辱了一番 对吧 金正恩坐 一个人坐这边 赵乐际坐 这个对面一大排人 对吧 就好像他汇报工作一样 是不是 就所以说 就是这个事情吧 就是 整体上 中共跟邪恶走得越来越近 跟这个西方国家的距离 越来越远 那么你说这些资金会怎么想呢 包括最近中东发生的 这个局势的变化 等等 就觉得 中国这个地方 实在是不能在这待了 而且很多这个西方国家 我觉得他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就是要和中共这个脱钩锻炼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数了 对吧 耶伦来了以后 也没有解决问题 反而好像是双方的这个关系 变得越来越糟糕 包括一尊非要强行的 在全球大规模 倾销中国的这些廉价的这个商品等等 导致的这一系列事情 大家都看的差不多了 资金能走 赶紧走 还是那句话 你就是心裹九十条 九百条 也不行 本质的东西在那 在那摆着呢 对吧 所以说大家也都不闪 钱赶快撤 那么就看看 西里面还有什么招数了 还能有什么办法 你能一直不让大家卖股票吗 我觉得这个很难吧 当然可能还有人说 你还是别太着急 得慢慢看看 对不对 没准过两天 这个新国九条的 这个威力就会体现了 这个慢牛 就一点点就会起来了 那当然咱们也可以慢慢看 反正我说的这些都只是我的个人观点 仅供大家参考 整体这一集就说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